近期状态神勇的我国女飞人山地 在田径市井赛中表现出 杰出取得了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额 山地接下来将聚焦亚运会 希望为我国夺下两枚奖牌 来看记者陈思玄的报道 山地结束在匈牙利举行的田径市井赛后 星期五飞抵国门 第一时间和父母拥抱 现场也来了一些支持者 要求签名和送上鲜花等 山地在这次的市井赛表现出色 完成了她的心愿 亚运会即将举行 山地接下来两周将展开密集训练 目标是要加快100米和200米的速度 山地今年的状态极佳发挥神勇 参加各种大赛都捷报传不停 除了前后在东运会 亚洲田径锦标赛和市井赛 交出漂亮的成绩单 也屡屡为新加坡创下记录 对于来临的亚运会 最为女飞人说 希望可以再次自我突破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思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